可是现在我们看到 绿营侧一开始在发动了 要罢免24名蓝营立委 包括什么图权级 叶远之 丁学忠 尤浩 纽许婷 李彦秀 王红威等等 反正24名要割蓝委就是了 来看到三立 三立直接标示这样下的 叶远之在货航恐被罢免 里面提到了 说叶远之快被罢免了 还傻傻上节目帮货航 而钟小平幸灾乐祸帮补刀 当然绿营一定是这样搞 王红威就说 才就职不满一年 就出现针对蓝委而来的罢免名单 明显是政党在操作对立 呼吁民进党不要再玩小动作 同时也榜上有名的 还有叶远之 他说这是输不起 找理由再选一次 民主可以这样搞吗 愿赌不服输 一直罢免再一直选吗 亮哥直接定调了 不可能罢免成功 而且也不用蒋万安说 蒋万安说就职没有满一年 没办法提罢免 大家都知道的 黄二铭直接讲 如果你真的要罢免是不是 应该先罢免黄杰 这个兵哥 对现在又开始在吵要割栏尾了 那当然这个 这个蓝营这边也有在反制 说那我们没关系 那绿营一样也可以 也抿了一份最可能被罢免的名单 我是觉得搞这个真的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这只透露出台湾还是一个民主完全不成熟的地方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当初韩国瑜一选上官网市长不到一个月 那个WeCare就开始已经要罢免了 就是这样 什么粉砖全部都成立 他们就已经在部署 都在找人了 那他们现在会不会这样做 我认为有一些人是真的想这样做 因为他们输了不甘愿 就想要这样硬搞你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也无法避免 因为如果他真的照程去走 他能够想办法通过门槛的话 他罢免还是搞得成 所以就是要让他去 这你也没有办法阻挟他 像谢国梁那个不就是吗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是有照顾好自己的选区 那你也争取自己的表现 那也不需要去怕什么罢免不罢免 我说真的我其实还蛮想看到 岳元智跟罗智震再选一次会怎样 就是岳元智会被罢免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那么高 因为要罢免一个立委 其实说真的很不容易 你要基本上就是 你要超过一半的人同意 所以这个不是这么容易 除非这个立委做了什么死恶不赦的事情 不然的话真的是挺困难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特别是 尤其是他们如果是一次要搞24个人 我跟你讲你搞的越多越不容易被罢免成功 对 因为那个聚焦就越小 你看那个时候陈伯为什么会被罢免 就是因为全国都在看 对啊 然后大家天天炒他的东西 大家就会去注意到他的东西 那他们要搞这种片地开花 那就注定大概就是谁也不会被罢免 只是浪费大家的时间金钱 去玩这种无聊的游戏而已 我觉得民进党如果真的觉得 因为我看赖清德是觉得 我才是真正代表民意 你们都不是民意 李明哲不也讲吗 国民党跟民众党不能代表民意 那如果这样子 你要不要解散国会 就直接把国会解散嘛 重新再选一次 因为你觉得这次选的不好嘛 不如你的意嘛 你再选一次看看啊 看看你们是不是重新变多数 搞不好是啊 因为你们不是很有自信 你们不是觉得蓝白这样乱搞 人民都在看 人民已经站出来了 这十万人就代表人民对你们不服从 不信任 那赶快解散国会啊 对不对 你就解散国会重新再来一次嘛 我们看看到底谁会选赢嘛 赶快我很期待你这样做啊 因为台湾还没有真正解散国会过 我们所有这些民主国家经历的东西 我们都要经历一下 对不对 让大家来看一看嘛 该玩的玩一次嘛 赖清德好不好 左洞泰 解散国会 就把解散掉啊 我也想再试试看啊 因为老实讲我也觉得选的不太好 我是期待 这次如果解散国会重新再来一次 看是不是七成 七成碾压他而不是六成 我希望是这种结果 那当然很难讲 因为各自有各自的操作嘛 导致我觉得 现在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 民进党表面上是说罢免 说这些东西 我认为他们其实知道 不可能会罢免成功 所以他们也没有真的要做这件事情 而是他们是在布局2026 因为你看他们最近做了一个 非常奇怪的动作就是 他们虽然实际上在国会里头谁多 是国民党多 真正在那边阻拦啊干嘛 在那边打架的这些也都是国民党的 在负责跟他们对抗 可是他从头到尾就聚焦在黄国昌一个人身上 不断去攻击他 这个意图非常非常明显 我觉得这是很明显 民进党已经在布局2026 那当然他要做这种布局也是人家老谋深算 人家高瞻元祖已经考虑到未来的整个权力的组合 那我觉得蓝白自己也要去想清楚 面对这样的攻势你们自己要去怎么应用 因为民进党这招是很厉害的 因为他就锁定了黄国昌不断的这样打 现在变成其他的 国民党本来是主力 现在变得好像被边缘化 这招其实蛮厉害的 那国民党自己要去想想看怎么去应对 好这个绿营特意说要罢免24名蓝营立委 在蓝营这边粉砖郑克爽 就说在这个那没关系嘛 我们也列出了一份民进党最有可能被罢免的名单 大家一起玩太嗨了 而且听了大家意见之后 蓝营整合成功的话 有可能最先罢掉吴思瑶 好所以这个也有网友在下面呛啊 就说那要不要也来玩总统罢免 40%总统赖清德到底怕不怕呢 好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民党立委苏巧惠呢 他是说如果国民党还是用这样的态度 持续对待人民的声音 这些反噬一定会出现在他们身上 可是国民党要不要想清楚 还有两天可以好好想想 要把自己的权力扩大成这样无限的宪政怪兽吗 大家都很爱说反噬这个词有没有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联合报的一篇评论也提到了 立法院轻秒行动如果失扣 民进党政府将会付出更多的代价 反而会被这些给反噬 到底谁会被反噬 大家好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年德国专利招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成分天然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2000大尔顿 小分子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全过关 品质安全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